大家好我是FM 今次是為你介紹中山 由於深中通道開了之後交通非常方便 很多人都想試一下這條新的大橋上去中山吃玩游 我今次就介紹一間食店給大家 首先講一下交通 我是上到深圳灣 出了關之後前面有很多巴士站 就乘搭永東巴士 可以即時買票 現在是50元一張票 亦有不同的巴士路線和巴士公司 在圈住的地方可以上車和即時買票 亦可以去到中山不同地方下車 一部車通常有兩三個落客點 現在見到已經上了深中通道 見到深中大橋 大約走80公里每小時 我今次就沒有塞車 所以一個小時就可以到中山正景上風巴士總站 由於這個總站都幾多人搭 亦是很方便的 在附近有一間新開的日式餐廳 叫做營銷料 這間餐廳 就步行大約六百多米就到 要過對面馬路再沿著圖這邊 走 而這間店叫做順景潮陽末力坊店 要大家留意下午5點才開始營業 因為它久不久就推出了一些特價套餐 所以很多人去訂位吃飯 所以記得預早訂位 這間店的雞也是用放養的雞 預早六個小時已經湯 以及用牛奶去醃製 我們第一次吃的時候 是十六人 叫做四個四人套餐 四人是五百九十八元 總共有十六條串燒 有刺身、炒飯、雜菜、燒魚等 走到營銷料的門口 好了 我們今天會來這間營銷料的食串燒和日式的食物 原來對面 這裡對面是可以有停車場的 停車場在對面 這裡 它的店就在這裡 我們就來這裡今天試一間 最近很多人來這裡吃東西 嘩 好了 上來看看 嘩 挺漂亮的 好 我們這次吃的時間是七點半 已經藏滿了人 因為全部都要訂位 而右手片會見到一個地方給你打卡 懷疑上面已經放了一個醃製的蘿蔔 以及我們是叫啤酒 先來了一個枝豆 有些鹽在上面 然後還有一個是泡菜 就是我們兩份的燒蝦 那些東西 這裡有新鮮的雞蛋 雞丁 雞肉 有些雞肉 嘩 很漂亮 有雞皮 抽筷 這是什麼來的 雞肉 雞肉 雞腿肉 雞腿肉 但是說明如果爛了 是要賠 這個就是 屯肉 露筍串 每人有兩塊 牛肉沙律 金雕刺身 也是這一餐最貴的一件 是活魚刺身 看到有很多魚片 還有一些厚身一點的魚肉 芥末也是積莫的 加上魚頭魚骨 加上魚 一條魚就是這樣 之後繼續上 就是 山葵雞肉卷 這個就是雞皮 現在看到的份量 都是四人的份量 這個叫做蹄燈 那些雞蛋是 雞未生出來的雞蛋 咬下去會爆漿 再來一個 鵝肝炒飯 這個是四人的份量 如果你在大眾點評 就是收藏打卡 和點讚 就會送多一份提燈 如果你是喜歡喝啤酒的話 你可以加58元 那就在三個小時裡面 喝喝 在點評 寫到二十個字以上 那就送一件蜜瓜 鵬魚的頭和骨 就叫服務員 幫你做椒鹽 但你一定要跟他說 否則就會沒有 因為他會收走了 這裏就是四人餐 598元的份量 我覺得不夠飽 還有食物比較少 我在美團 看到他快閃 做了一個 98元的單人餐 我又買了一個餐 再去試 而這個餐 平時是做148元 這個套餐主要有 十條串燒 有沙律 還有一個烏冬 這個單人餐 就要預先預約 還有一定要坐巴桌位置 我隔了一天 就來這間餐廳 再吃一個單人餐 今天就來到這間營銷料 因為我們今天是預訂了兩個單人餐 因為現在早 所以未有很多人 就可以慢慢拍攝這裏的環境 這裏多漂亮 在這邊看上去就更漂亮 在這邊看上去就更漂亮 在這邊看上去就有巴桌 很高 這間餐廳很細心 在我們用餐的位置 已經放了一張卡 就寫你的名字 和祝你用餐快樂 我們這次坐的位置 是非常之好 坐巴桌對正 是做刺身的位置 這個位置 就看到它擺放了很多日本的酒 我們坐下之後 已經送上我們選的啤酒 和青瓜 之後就點我們要的串燒食物 這份就是我們今天的全焦的套餐 這份是我們今天的全焦的套餐 我會給你們看一下 這裏裡面已經是兩份套餐 看到廚師就即制花絡給我們 我們這次坐巴桌 我們這次坐在這裡的巴桌 除了訂位的時候 就訂了一張卡牌之外 現在就送了一個甜菜 剛剛好 做了一張卡牌 這裡的位置可以看著師傅 在這裏做的積造 這份雖然單人餐 但也頗有心思 做得很漂亮 擺點 所以坐在這裡 是吃法又不同的 坐巴桌來吃 是另外一番的感受 因為可以跟廚師的互動 而且看著他們 幫你做出每一個菜 現在這裏就是醃到青瓜 看到這個帥哥廚師 正在做的串燒 他現在正在烤 第一樣來到就是 紫鬚雞肉串 再來這個不說你不知道 原來是雞的橫甲膜 這個是紫鬚豬肉串 這個是紫鬚雞肉串 這個是紫鬚雞肉串 另外這個是雞橫甲膜 是穿在一起的 這個是山葵雞胸肉 它的雞肉燒得好滑 坐到這個位置很棒 看著師傅在做些食物 這裡好像炸了的烤絲 這邊是做的 切的壽司刺身 這邊是做一瓶燒烤 一瓶燒就在這裡做 所以坐這個巴桌非常棒 還有有互動 他會問你什麼感覺 好不好吃 剛剛試過這塊雞橫 其實他做得很好 爽口 完全入口是沒有筋的 因為他把筋的位置已經切掉 所以很爽口 入口非常之好 就是燒脆肉刮 上面有些汁燒得不錯 這一件是燒的橫包串 燒到金黃色 這塊就是烤雞心 燒得不錯 這塊就是烤雞心 這塊就是露筍豬肉卷 哇 燒到金黃色 非常之美 這塊是那天吃過的 露筍再加上豬肉 就是很滑 是很滑 這塊就是單櫃雞肉 特別可以說差別 燒到很美 這塊就是雞軟骨 這塊是豬頸肉 燒得又滑又軟又好吃 你猜一下這塊是甚麼 原來是雞肝 叫做雞白肝 這裏就見到兩位師傅不停地做一些串燒 這塊就是燒 燒水鍋的骨 這塊就是燒水鍋的骨 變得不錯 還有一塊牛肉烏冬 給菜 有些烏冬 好 接著就是提燈 提燈就是這樣 你看看 這個提燈其實挺有趣 因為這隻雞蛋 其實就是雞腿內未生出來的雞蛋 當你吃下去的時候 它出現熟了 裡面是爆漿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串� 最好看著師傅 在頂頂的刺身 在我前面 你看看我這個位置 是不是很漂亮 還有這裏做的手機 吃飽了之後 就看著師傅 把刺心慢慢砌到碟上 好像造成一件藝術品 慢慢設定它 這個環節我覺得蠻特別 是另類的 一個觀賞的價值很高 而這裏就看到 在做一些手捲 做好之後 就現在再放一些沙律醬 這個刺身拼盤就差不多做好了 這個刺身拼盤裏有蠔 魚子醬 魚 蝦 帶子 而那裏就看到師傅 都繼續全攝 剛才看到那碟刺身拼盤 已經做好了 多漂亮 師傅就繼續做另外一個拼盤 我因為趕著乘車回香港 所以我就沒有再看下去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讚好和分享 我會繼續為你提供中山震多美食